你知道世界上头发最长的人是谁吗 中国网曾报道过一位印度六旬老翁 名叫拉特瓦 他的头发足足18.8米长 他出行的时候就把发柳像神圈一样挂在肩上 也可以用来裹成头巾 后时又保暖 据称这位老翁隔天就要花三个小时来清理头发 洗干净之后还需要依靠儿孙来晾干 他曾笑谈到如果有人能协助他 他打算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拥有最长头发的人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好奇了 那现在吉尼斯记录的保持者是谁呢 让人自豪的是 他是一位名叫谢秋平的中国人 来自广西 他从小喜欢留长发 并在2004年以5.63米的长度 创下了世界记录 家人形容他的头发长得比韭菜还快 他爱惜自己的头发到了要去买保险的地步 可惜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乘保 那么世界上头发最长的人 有了 有没有最短的人呢 这个竞争可就激烈了 全世界恐怕有上百万上千万的秃头 秃头们估计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还能有创造记录的一天 有些人先添头发就稀少 这种一般与家族性遗传有关 有些人原本头发好好的 最后却越掉越多 那么头发掉了之后还能长出来吗 其实是可以的 目前针对脱发最常用的 就是曼迪米诺第二丁 公立的大三甲医院都在使用 广西桂林有一个黄洛瑶寨 被称为长发村 这里的女孩子们都把头发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 从18岁成年起就开始留长发 直到死亡为止 他们会使用柚子皮 茶油渣和一些秘密的中草药 混合桃米水进行配置 煮沸 然后用来洗头 这样让头发充分吸收营养 再用轻烈的山泉水清洗干净 如此一来 便将一头长发养护的顺柔黑亮 成为了当地的一道著名风景 和他们不同 还有一些留长发的人 是将长发当成生意 将长发拿去卖 据说2.5米的长发 可以卖到10万元 不过这可能需要花上 谢谢